瑞星科技昨天也很关注 价格上升到这个水平 究竟差不多还是有水位呢? 昨天股价有点破位 因为过去这几个月 瑞星在最多48.5水平附近 所以昨天就突破了差不多半年的环境区间 当然整个区间是宽的 因为下面是40元左右 上面是48.5元 如果真是这样看 是否要调整8.5元左右 可能是55-6元这些水平呢? 我觉得又未必会一下子这么进水 但如果你说有货的 我觉得这位可以先拿着 只要向下 没有再穿回48.5元左右 问题不大 但上面来说 第一站看着Igen是54元 如果破到这位 先慢慢将目标价再推高一点 是 经常跟2018一同说 23.82 其实昨天就没得再升 他强了很久 他强了一段时间 刚刚也有网友想问 他说他很精彩人生 他就说说说23.82去留 他199元有货的 平手 是 是 199元就暂时跟这一家一样 就是有1元在我手里面的利润 但是我觉得很值得拿着他 虽然当然关注他 他由上个月的低位 可能大概就大概8.5元 8.6元 那些位置 其实短短大半个月他升了也不少 以分他这么大 但是我觉得也值得拿着的地方 就是本身他的前景 我只会看得比较正面 因为其实他 虽然像你所说 就很多时候拿着瑞星一层 去拍摄比 或者将他放在手机设备板上 但是没错 他是有手机镜头的 就是无论你 但是相对来说 其实慢慢大家看 顺与的看法 已经不是只看单一手机的业务 因为其实他旗下 除了手机镜头之外 也有车载镜头那边 而车载镜头那边的应用 或者增长 其实大家的憧憬是更加大 因为始终如果拉开了多一点 就是拉起一些 例如新能源车 那些所谓的自动驾驶 无人驾驶的系统 其实将来如果要做这些 开发或者生产 相对车的搭载镜头的数量 是很多 就是一辆车可能几十个镜头 已经不是只是说 大家驾开车 安装的车镜头那么简单 所以变相对量数上的提升 甚至技术上的提升 其实对信誉是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想接下来的方向 会是除了手机之外 车载那边也有增长 其实意味着前景 它会比起一众的手机股 更加突出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科技 其实不妨是先拿着 如果你说也不是想看得这么长的 纯粹是想炒过上落的 我觉得起码 如果真的要订一个 可能小小短期指示位的 向下如果真的跌穿192这些水平 跌穿100天线的 那我才考虑去走 不然就不妨先拿着 不妨先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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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真是尽量的 很快 不妨先拿着